猪江的传说 从前,广东属于百月地带,那时候有个蓝月王叫赵佗,他有一颗正国之宝阳碎宝珠。 那颗宝珠晶莹扣亮,璀璨夺目,是个无价之宝。赵佗十分珍爱它。 可惜在赵佗死的时候,臣子能见他如此喜爱宝珠,竟把他一起殉葬了。 后来有个读书人叫崔伟,一次遇见了一位有神奇本领的老太婆,使得他畅游了月王赵佗的墓穴,得到了那颗阳碎宝珠。 崔伟得到阳碎宝珠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,不久就有一个波斯商人远舍重阳而来,说他们的国王丢失了一颗魔尼珠也是正国之宝,和崔伟得到的宝珠一模一样, 愿意十万贯重金购买。 几经交涉,终于达成了这笔交易,波斯商人高兴地带着这颗宝珠登城回国了。 他的航船沿着江流徐徐而行,明镜碧绿的江水像一条彩带, 两岸的稻田这岭一片轻冲。 波斯商人看着这迷人的景色连声叫好, 他忽然想起他带着的这颗宝珠,就打开宝珠箱, 起出来放在掌心上,仔细欣赏起来。 只见他光芒四色, 吹灿夺目,和周围的山光水色焦香灰映, 更显得灿浪可爱。 正当他爱不释手的时候, 突然间狂风骤起,白浪翻腾, 航船颠簸摇晃起来。 波斯商人刚想把手中的宝珠放回箱中, 一道白光从他掌心冲天月起, 见一般的射入江中, 见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。 那宝珠在水中转着, 后来便钻到一块长满青苔的巨石下面去了。 从此阳碎宝珠潜入江中, 谁也找不到了。 原来他不忍离开故土, 舍不得自己可爱的家乡。 自从阳碎宝珠入江以后, 这条江的水变得更清澈, 更碧绿了。 鱼儿也更多更肥了, 那块藏着宝珠的巨石, 每到晚上就闪闪放出光来。 不管江水涨落, 潮水上下, 它总是浮现在江面上, 所以人们又叫它做浮石。 我书上说, 南海有沉水之江, 又有浮水之石, 指的就是这一块浮石。 因为它充满了珠光宝气, 后来人们又把它叫做海珠石。 那条碧嫩的江流, 也就取名为珠江了。 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, 这块海珠石和陆地连成了一片, 石头上长出了一棵苍进的大榕树。 据说, 它如今还在海珠花园里。 附近地方后来就用海珠来取名, 不是有海珠广场, 海珠路, 银珠街连珠街吗?